哈喽大家好我是花生 我是一名药剂师 通常医生和药剂师都会要求病人服用完他们所提供的抗生素 但是一部分的人都认为只要病情好了就不需要继续服用抗生素 其实没把抗生素服用完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 抗生素的作用是压制和杀死细菌 而这个压制过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分量 但一部分的人都自以为是 认为自己的病情较为好了就停止服用抗生素 或是自行删减药量 然而就在你以为你体内的细菌已完全消灭 实际上并非如此 细菌是一种非常容易基因突变的生物 当你没遵循医生的说明服用抗生素 一些细菌将逃过抗生素的杀害成为落网之鱼 这一类残留的生存者将开始变种 变成对抗生素产生了抗药性 也就是说这些细菌会变得更强大 不怕当下的抗生素 这些细菌有可能会形成所谓的超级细菌 也就是说基本上市面上有的抗生素都无法伤害这些细菌 而这些超级细菌就会一直存留在体内继续折磨我们 如果你还想象不到事情的严重性就请看以下的图片 看了这个图你会压抑 亚洲既然是列为超级细菌最严重的区域 这也不难想象对于许多亚洲人的误解 普遍上认为只要稍微不舒服 或是轻微感冒还是喉咙不舒服 都可以服用抗生素 不是每个疾病都是由细菌感染的 很多时候我们是不需要服用抗生素的 因此随便服用抗生素被视作为药物滥用 这也将会加速超级细菌的诞生 看完这影片 是否觉得以后还是要乖乖把抗生素吃完呢 也希望大家能把正确的知识传达出去 让身边的家人和朋友知道抗生素的作用 和为什么要把抗生素吃完的道理 对于一些传统观念的认知 是需要时间慢慢去矫正过来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知识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点赞和分享出去 如果你不想错过更多有知识性的影片 请订阅 谢谢